这可能要推到30年以前的事了 1978年79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中国正在处在一个变化的时候 毛泽东死了不久 毛泽东夫人抓起来了 邓小平还没有上台 那个时候中国正在处在一个变化的时候 大部分人可能觉得跟着共产党 继续维持这个专制的政权可能比较好 但是我们这些年轻人 那时候我很年轻 我们这些年轻人认为 中国应该学习西方的民主 只有有了西方的民主以后 中国的各个方面文化经济 才能有个正常的发展 所以我那时候贴出了一些大字报 在民主墙 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就是叫 《第五个现代化民主》 我们就主张中国应该走民主的道路 马上获得了很多老百姓的支持 所以共产党把我抓起来了 因为从文化革命以来 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头 我们很多年轻人觉得很痛苦 因为我们怀着很良好的愿望 想改造这个社会 可是越改造越糟糕 老百姓的生活很困苦 所以我们逐渐地发现了 还是西方这种民主制度比较好 特别是美国的民主制度 当时大家很羡慕 也做了一些粗步的研究以后 我们认为中国只有民主化了 只有进行了民主 政治制度改革成民主了以后 中国才能够走上各个方面正常的道路 才能够走出贫困 当时大家主要想的这些 其实当时我们文章里所说的内容 主要还是揭露共产党的 制造的那些灾难 让大家醒悟过来 其实我们自己对西方的民主了解 也不是特别多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结果是很好的 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很好 这是所有老百姓 所希望看到的东西 因为最早的时候 共产党说有他们一套 共产主义的理想 拿这个东西来吸引老百姓 当时很多的年轻人参加了共产党 所以共产党能取得政权 但是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 连续的带来了很多的灾难 人们已经不太相信共产主义了 所以在大概七十年代初的时候 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了要四个现代化 也就是国防 工业 农业 国防和科技 这四个方面我们现代化了 拿这个作为理想来吸引老百姓 所以我就提出第五个现代化 我的意思是说没有第五个现代化 没有民主 其他几个现代化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即使实现了对老百姓也没有什么好处 我想可能跟从小受的教育有一定的关系吧 就是我的父辈 他们都是那种年轻的时候为了理想 为了让中国能够有个真正好的变化 抛头颅洒热 出来搞革命的 那么虽然他们的理想跟我们不一样了 但是好像这种精神很多人继承下来了 就是我们也不是只想自己生活的好 我们看到老百姓受苦受难 也觉得不能够忍受 所以我最终选择这条道路 我最终选择这条道路